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政治历史的三大主线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,君主专制不断加强,人才选拔不断公正规范化。 但是,在我国古代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,不论多英明神武的皇帝终究是肉体繁胎,没有无限的精力。 所以,皇帝必须制定一套情之有效的官僚制度,以获得政治厂商的助力。 想要选拔人才,关键就在于知人善用。 不过,知人善用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,但是,从知人到善用之间的跨度太大,没有几个皇帝能做到一步到位。 在人才的选拨过程中,不出任何披露的可能性极低,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困扰男性皇帝许久的官员任用问题,竟被皇帝队伍中的唯一的一个女皇帝给解决了。 武则天上位后,开始实行是官制,是官制顾名思义,就是先让官员在岗位上实习,在实际工作中考验他们的能力。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政策,是统治者有效地迈过了由知人道善用的门槛。 当时的老百姓若想基身仕途,可以通过自建和推荐的方式入朝为官。 所谓自建,就是自行去朝廷报道,由朝廷统一进行面试。 推荐,则是由大臣或地方乡绅举荐有能力的人才。 展开权文不过,通过这两种方式选拔出的人才,水平很难得到保证,所以武则天的事官制,便派上了用场。 长寿元年,武则天召见了一大批通过自建和推荐两种方式脱颖而出的候选官员,将他们安排在相应的岗位上进行试语。 根据这些候选官员的面试结果,初步制定适用的岗位,能力高的候选官员在奉格设人,给适中的岗位上实习,能力稍差者则在原外廊。 时遇时,武缺,时宜,教书老的岗位上实习,其实,事官制只是武则天人才选拔政策的一部分。 武则天在上位之后,推行了姓氏路,贯彻各以品位为等低的原则,比氏族制更加彻底,所收的姓和家,亦大为减少,已将当朝无官职的旧氏族全部排除在外, 说明,他对旧族的贬义,超过了氏族制,他打破了门阀世俗,让活在底层的寒门学子,有识之士,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。 同时,这种方式亦为武则天提供了许多底子干净的人才。 武则天实行的另一种人才选拔政策,就是应付千百年的科举制。 其实,武则天并不是科举制的创始人,但是,他却将科举制发扬光大。 唐太宗时期,每年朝廷录用的进士仅有十几名。 武则天上台后,不但丰富了科举的考试内容,还推出了武举制度,让民间的习武之人有了入世的机会。 从录用人数来看,武则天当政时期总共有一千多。 明寒门学子通过科举这种方式机身试图,平均每年取进士的人数,比唐太宗时期多了一倍。 公元690年,武则天坐在大殿上,亲自参与了科举的选拔工作。 在此期间,许多共生被武则天侵脸为禁士,成为朝廷的度粮职财。 由于武则天打破了旧制,所以,当时许多官念守旧的文人,非常不理解武则天制定的官僚制度。 在这一群人的思维里,认为,在武则天政策下的老百姓做官太过容易,国家难免会陷入混乱。 而且,在武则天的新政颁布之初,因为文武百官难以上行下校,所以,在一段时间里,的确出现了官场混乱的情况。 当时有个叫沈全交的酸辅文人写了一首大优诗,抨击武则天的避正,这首诗的讽刺意味极强。 大义是这样的,当时的新官,多得可以用斗粮,而他们的能力,却非常值得怀疑,这些全都是因为,皇帝闭上了眼睛视而不见导致的。 这番话不就是在讽刺当今圣上武则天吗? 令人不解的是,一向杀法果决的武则天,竟对此毫不在意,并没有处理口出狂言的沈全交。 武则天已,但是心等不烂,和律天下人语。 即与以沈全交为首的辅助们有力回应,武则天之所以会说出这番话,一是因为他想彰显自己的气度,二是他开放官僚选拔制度,并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一概路用,而是讲究宽敬言出。 只不过,一些见识浅薄的读书人误解了武则天的政策,所以才会提出质疑甚至批判。 那么,宽敬言出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呢? 就是,未能通过适用期的士官者,若是在其位不谋弃症的庸人,将会被革职处理。 若是在其位贪赃盲罚者,直接诛杀。 根据资质通鉴的记载,事实官决易德尔法刚严峻,故人竟为虚惊而多现行路。 当时有不少投机分子,想在看似宽松的选拔制度中烂于充数,过一把观影。 不过,这些人都打错了算盘,在武则天宽进眼。 出的方针下,鱼墨混珠的士官者,连时习气都熬不过,便被砍了脑袋。 虽说,宽禁言处的选拔政策中夹杂着血腥,但是,经过考验的,吾不是真正的人才。 所以,也正应了那句,真金不怕火炼。 之所以,武则天时期能够出现敌人节,魏元忠、姚崇、张俭之等治国大才,武则天举贤使能的人才政策功不可目。 参考资料,中国古代政治制度,就唐书卷六本级第六,新唐书卷四本级第四,资质通鉴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